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非常自信 我觉得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身在长沙 如果你是青年人 你是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我是出生在澳门 在长沙读了小学 初中在澳门读了高中 然后也在澳门读了大学 因为我感觉到就是 可能长沙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地方 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地方 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回到长沙 其实我刚从澳门回长沙的时候 我有感觉到长沙的家长们 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还有情绪管理能力 是逐渐重视起来了 但有时候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就结合自身所学 决定开始做五岁到九岁的儿童情商教育 长沙的家长们 其实他们接收新的东西都算很快的 他们会很积极地给我一些反馈 所以在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双向奔赴 双向输出的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是受到很大鼓励的 而且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长沙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 它能够同时接受非常多元的文化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好玩的城市 长沙有很多很多的鼓励青年人去创业的这一些机制啊 或者说一些政策 它会支持你很多的创意 然后它也有提防让你去实展 比如呢我们也会想做一些公益性质的东西嘛 就是你看我们现在上课的这个地方 也变成了长沙市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所以回到长沙以后 其实这些能够让我看得见的 摸得着的这些变化 都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是小秘密 我在湖南蛮好的